今天互动话题就是 禁止VIE架构海外上市 意味着什么 看到彭博昨天 是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内地将会禁止企业 透过VIE架构在海外上市 这个消息已经拖累了ATM 昨天的升幅收窄 不过中正监在收市后 是澄清消息不属实 中正监的发文 到底能不能给投资者 吃下这颗定型丸呢 其实最近大概 就有很多传言 之前可能也谈到 如果要一起在 用VIE架构境外上市的时候 可能会从之前的 汇报转为货币 然后现在又传 是禁止他们 采取VIE的一个形式去上市 但其实已经澄清了 但不断地有 这些类型的消息出来 也可以就是反映 经年度 内地不断的一个加强 就是这个科王 企业的一个监管 可能才营生的 这一些消息来源 主要因为 这个和便利益的实体结构呢 通常也是这个互联网 以及就是一些电子商务的 一个行业去利用这个结构 去境外上市的 因为内地呢 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 外资的一个比例限制 所以呢 他们通常会通过这个VIE的一个模式 在境外设立一个离安公司 然后呢 再在境内做一个 就是独家的一些企业来 就把里面的一些营运业务啊 等等的就跟这个境外的一个上市公司挂钩 来享受他们的一个盈利状况 但现在呢 我们因为近年度也是不断的一个看到 内地加强监管这个数据啊 以及就是一些保密的一些情况 在海外 所以呢 不断传出就是要打破这个VIE的一个形式 去外地上市的模式 但是现在其实要完全去禁止这个VIE的一个模式呢 是比较困难去做得到的 而且呢 已经以这个方法 就是已经在境外上市的一些公司 如果现在你突然就是说禁止的话 有机会他们在短期内可能会隐身更多的一些 就是忧虑 所以呢 中正见这一次澄清之后 其实我觉得也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 去慢慢留意 是不是有机会 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限制 而且呢 因为现在内地还没有完全的一些开放外资的一个持股比例 所以在短期内很难去禁止这个方式 如果未来内地是已经慢慢逐步的一个翻宽 这个外资的一个持股比例的话 相信更多的一些企业可以以不同的一些方式上市 就不用就是现在这个模式 到时候才会有正正的一个就是不用在这个VIE形式上市 但这一次澄清之后 我觉得也没有就是说可以恢复投资者的一个信息 因为整体来讲呢 现在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他们在这个数据 以及就是一些用户资料的一个就是保密方面做成怎么样 以及就没有留到海外 所以呢 我觉得在各方面对于客王企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呢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拓累的 那我们看到虽然中正监是有澄清 但是大家都知道市场从来都是无风不起浪的 而且彭博呢 他引述知情人士就指最快本月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香港上市将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需要获得监管批准 如果企业已经以VIE上市 无论是在香港或者美国都需要调整股权的结构 令结构变得更加透明 那么部分较为敏感的公司有机会要退市 监管机构已经是通知了部分投行 要暂停这一类的上市辅导安排 听起来这个消息还蛮真实的一种感觉 那么如果说真的是禁止这些企业 透过VIE架构在海外上市最终实施的话 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哪一类型的股份影响最大 市场又会出现哪些变化 那投资者我们现在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 就刚才所说的可能比较多的 都是一些互联网相关的一些行业 所以他们未来的一个 如果真的是落实的话 对于他们现在整体的一个 就是在地外挂牌的一个情况 可能要做出更多的一些调整 而且如果真的像刚才您提到的 这一轮的一个就是要求的话 未来对于就是一些 现在我们所看好的这个互联网企业 或者是一些创新的一些企业 去融资的一个渠道可能也会收缩 所以要看真的不可能在短期内会发生 这一种就是那么大的一个调整 如果未来是逐步的去实现 慢慢做出一些限制的话 整体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过渡可能会更利好一些 不然的话其实明年有可能这一些客观企业都会处于一个阴霾的一个状态 到时候也是难以上升 那虽然说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澄清了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互联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担忧存在的 另外今天我们关注到在社会新闻方面 大家今天都在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爱奇艺它的大规模裁员 那有传大规模的裁员比例可能是达到20%到40%之间 范围是波及到整个公司的 并且也有说明年春节前后可能会有第二波的裁员 爱奇艺的裁员可能也是受到它营运亏损的一个相关情况有关 再加上选秀节目我们看到现在取消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影音平台竞争也是逐渐的加剧 而且公司今年第三季度营收亏损就达到了人民币17亿元 远高于去年同期的亏损12亿元 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 我们关注到爱奇艺美股是收跌9.4% 那么裁员到底能不能成为它自救的一种方式呢 另外有一点很好奇 为什么在这个美国方面 奈飞业绩可以不断地超预期 而爱奇艺却要奄奄一息呢 这个可能跟它的一个定位关系比较大一些 刚才您提到的就可能现在一些选秀的一个节目 要造到这一个监管 所以要夭窄 然后呢我们看到爱奇艺 这一直这十年的一个演变以来 都是因为随着这一个互联网的一个 就是线上的一个平台 就更多的一些用户 所以才有更有那么多的一些竞争对手 但是呢竞争那么激烈之下 爱奇艺其实它也要更多的一些资金 去买一些独家的一个片源 以及就是做更多的自由的一些电视剧 以及就是众议节目 这一些呢其实投入非常的庞大 除非你已经有很高的一个收市 然后在广告方面或是其他的一些平台的一个收益方面 可以就是抵消 不然的话其实一直在投进这个节目的一个制造方面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是比较难去赚钱的 而且呢现在它比较正对心的做这些文娱的一些领域 也是在遭到就是内地的一些加强的一个监管 所以呢可能比较赚钱的这些节目也是 但是现在在监管之下很难去找到就是更多的一些盈利 所以整体来讲呢都看到它现在要以裁员来减少这个开支 而且呢随着如果真的有第二波的一些裁员的一个情况下 在缺乏这个人员在因为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要更多的一些人的一些付出 如果是他们的一些概念如果没有他们这一批的一个员工 基本上我觉得未来很难去找到一个盈利模式 确凡人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电视的一个领域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他们未来会越说越小 然后会不会被其他同业去就是并购或者是在市场上消失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市场上对于爱奇艺的未来的一个信心应该已经没有了 对于它未来信心基本上是已经没有了 可能是越财然后人越少 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越不明朗 而奈飞这一方面它有很多自制的节目 爱奇艺这方面呢好像出现了一个内容荒的一个情况 这方面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另外呢我们关注到在10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爱奇艺呢就有传回港做第二上市 当时计划集资是39亿元 那么回港上市是否会成为它最后的一个自救方式呢 如果能够获批的话 其实那么庞大可能可以再自救一下 但是刚才也提到除了融资方面之外 因为他们还是处于一个烧钱的一个状态嘛 除了这个就是烧钱的一个模式 其实他们要更要做的是如何去增加他们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定位 刚好就是如果他们做的一个节目是落到这监管之下 基本上就很难去跨过这一个坎 所以呢现在也是在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人员都要被裁掉的话 很难就做出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个定位以及策略 所以呢第一就是很不明朗 到底能不能就做第二上市来 直至第二就是现在要裁员的时候 其实未来前提还是不太明朗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延迟 所以这方面的期待呢 大家也不要给予太多了 另外就是爱奇艺对于中国串流媒体 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是否它只是一个缩影 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内容荒荡问题 可能并不是它一家所面临的 也许很多的这个平台都要面临 那么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平台股 可能会面临像爱奇艺一样的压力呢 对虽然现在内地可能很多都不会看这个电视台 反而就是从这个网络去一些网络剧 但是呢现在因为每家公司都是投入更多的在这一方面 基本上就是越做越烂 然后呢也是刚才提到的内容可能很多之前 大家可能会做一些创业剧 就很多的题材都是往这一方面去 现在可能就是限制一些就是偶像的一个选秀节目 然后其他的可能也会被打压下去 所以呢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就 整个行业可能会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增长期 然后现在会处理一个就是 谁更创新 谁有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个节目内容 也就是更吸引的话 他们的一个竞争能力会提升 然后就会把其他对手压下去 所以的确这埃及医虽然已经建立了那么久的一个时间 但现在发展十年之后突然就面临一个内容框 未来呢可能也是配合内地的一些监管 就要看谁可以就走向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 然后我觉得整个行业应该还是会处于一个整顿 看有没有就是一些兵购潮出现 或是部分的一些企业可能也放弃这一个领域 所以呢整个行业呢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不明朗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爱奇艺出现危机 百度作为他的母公司受到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呢 他的一个大规模裁员是否也是意味着百度要放弃爱奇艺 不愿意为他再输血了呢 对 爱奇艺其实如果门槛去年的话 他的一个收益基本上都占比百度的27%左右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占比 但他的一个经营亏损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金额 所以呢现在裁员的话可能也正正反映 就是百度在其下几块业务里面 爱奇艺可能放的比较小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百度在上市的时候已经讲到 未来还是投入更多在一些就是发展大数据啊 AI的这个程度 而且呢他现在最看好的还是他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白度整体来讲我们都是比较集中在他的一个就是创新 以及就是智能的一个方面 然后未来会用更多的一些资源投进在一些云业务 以及就是整体的一个生态就不会在那么集中在一个就是互联网的一些在线娱乐的一个服务 所以呢也正正反映就是现在白度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收益占比 肯定还是会在他的一个核心业务里面可能做爱奇艺的一个部分会慢慢的一个缩小 如果要是剥离爱奇艺这个亏损的一部分对于百度而言反而算是一件好事 而且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可能还是在AI这个领域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同类型的公司 B站今天是股价下跌半成 是否也是受到了爱奇艺的一个影响 那么B站这方面到底是会继续下跌 还是说他会和爱奇艺走出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未来可能会迎来一个朝底的机会呢 其实现在大家面临的都因为除了一个内容去吸引到更多的一些用户去做一些订阅之外呢 还是要看他们能否继续加大他们整体的一些广告的一个收益 以及就是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收益 但如果从爱奇艺来讲 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第一 以前可能是一些电视以及收费电视 是一个新奇的一个时代 然后到了就是2000年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爱奇艺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视频平台 然后这几年呢 可能就是会处于一个就是比较移动化的 就是Bilibili 以及就是他们抖音等等相关的这一个行业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以这个Bilibili他们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模式去抢占更多的一些市场率 虽然就是比较是往下的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竞争能力的话 Bilibili还是可以看高一些 虽然现在整体环境比较低迷 但是Bilibili呢 它这一方面还是有所不同 未来还是会看高一线的 这一时段也是非常感谢凤珠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